大家好 自从我在脸书贴出来 如何在Google Document外挂录音程式 来批改学生作业之后呢 有许多老师表示 对这个软体非常有兴趣 要求我解说怎么使用 所以我制作了一个影片 给大家参考 用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在第一次开启Google Document之后呢 在Google Document的上方 外挂程式这里 点开它之后 会有一个取得外挂程式 跟管理外挂程式 你先取得外挂程式 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那你就要开始搜寻 搜寻所要的程式 在这里呢 你就要输入这个软体的名称 叫做K-A-I-Z-E-N-A 然后呢搜寻到之后呢 你就把它点安装 点一个安装 它就会安装成功了 安装成功之后呢 你就开启Google Document的时候呢 然后打开外挂 就是在外挂程式里面 点它一下 就会出现一个Open 看Xena这个程式 然后你就会看到 录音的部分 在文件右边启动 就是它的功能都在那里了 那你在文件里面 要改学生作业的部分 你要给它Voice Comment 要录音说明的地方 把它Highlight起来 反白 然后呢你按下右边录音的Voice Message 它一共有四个Icon 四个图像的东西 第一个是Voice Message 就可以录音了 结束录音之后 再按一下就可以了 那下面呢 有一个在网站上 这个软体的简要的说明 如果你还需要 更进一步的了解 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让学生知道 怎么样使用 就是你要告诉学生 他如果要看到 要听到老师的录音的话 他也是一样 他在进到Google Classroom里面 课堂作业 然后查看作业 他要去看一下他的作业了 然后呢 这里是他的作业 他可以把它点开来 点开来就会是一个Google Document 那这时候他还是一样 要把外挂程式打开来 然后才能够听到 如果没有开这个外挂程式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听到的 你要在让学生能够使用 能够听到录音之前 要给他一个说明 你可以把这个说明寄给他们 告诉他们 在打开Google Document的时候呢 记得要把外挂程式打开来 这样子的话 他在看到作业的时候就可以 每个地方你说明地方 他就自然就会听得到了 如果他们的文件 尚未安装这个程式的话 请学生把它外挂起来 不过一般来讲 我的经验 如果学生是利用Google Document 来做的作业 通常都已经建好了 他也不需要再外挂了 学生不需要再做外挂的动作 希望各位老师使用都愉快 我的讲解到这里结束 点击 所以 我们下期训练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